住普通酒店 没人希望被打扰 但住奢华酒店 我建议你欢迎打扰 否则你可能真的要错过它的隐藏体验 这里是深圳的地标酒店之一 文华东方 且不说这个风景 曼哈顿来了也得推比三分 也且不说这个日落 特别适合你来这里表白 重点是晚上回到房间里 文华东方的夜床服务 会让你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奢华酒店 什么是夜床服务呢 通常来说大部分酒店一天打扫一次 但奢华酒店晚上入夜还会打扫一次 并且在这期间会帮你把水放到床头 拖鞋和地金也帮你铺盏好 主打一个 一切不需要你动手 仔细看看房间里的灯光 也调到了暧昧模式 甚至电视上都播放着舒缓的音乐 这个时候就感觉精神上已经做了一次拉伸 奢华酒店的顶层膜拜 是文化 如果你带书来看 它是会为你放置一枚定制的书签 而且奢华酒店对于客室的记录也很到位 之前因为来住过 酒店知道我戴眼镜 所以也准备了眼镜布 奢华酒店到底是什么呢 硬件 设计 地理位置固然重要 但归根结底 还得是细节里的情绪价值 我会让你放置一枚定制的书签 我会让你放置一枚定制的书签